封烟四起的三国时代应该是一个只属于男人的时代 但自古美人配英雄 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又怎会少了角色美女呢 三国有名的美女很多 大乔 小乔 貂蝉 征服等都是排得上号的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美女 连武圣关羽都因她心动 真可谓是三国第一美女了 度使 虽然生族年月不祥 但史料记载她是魏国人 年轻时嫁给了吕布的部将秦一路 不过这个秦一路实在是窝囊 一辈子没什么剑术 在吕布手下也是寂寂无名 后来吕布将度使仗为其有 秦一路也不敢多说什么 不仅如此 吕布派秦一路出使袁术 袁术将汉世宗女许配她为妻 她就果断抛弃了度使和儿子秦朗 欣然再婚了 都使别无他法 只好带着秦朗继续留在下批 公元198年9月 曹操围攻吕布 当时关羽也在军中 便特意对曹操说 自己的妻子无法生育 破城之后 希望能娶度使为妻 曹操那时并未见过度使 也就答应了关羽 结果下批成破 曹操看见度使后 立刻就被她惊为天人的美貌吸引 完全忘记了对关羽的承诺 直接留下度使 做了自己的小妾 秦朗也随母亲进了曹家 曹操还很疼爱她 度使跟了曹操后 又给她生下了二子一女 分别是曹林 曹鬼 金香公主 曹林长大 被封佩王 所以曹批称帝后 度使又被称为佩王太妃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议员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破 什么记录 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吕布 即可观看 未经许可观看